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陈情令作为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 成功将原著小说《魔道祖师》颁上迎评 并让更多观众认识和喜爱上了《魏无限》这个角色 而肖战作为该剧的主演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将《魏无限》这一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没有肖战的演绎 魏无限可能只是一个存在于文字中的角色 而肖战赋予了这个角色生命和灵魂 肖战版《魏无限》的魅力 一、从不熟悉到深爱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接触陈情令是他们第一次了解到《魏无限》这个角色 在剧中 肖战将魏无限的灵动、顽皮、深情和担当诠释的淋漓尽致 正是因为肖战的出色表演 许多人对《魏无限》这个角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并因此去阅读原著小说 这种先看剧再看书的体验 不仅增加了观众对角色的理解和喜爱 也让肖战版的《魏无限》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经典 二、演技与角色的完美契合 肖战在《陈情令》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演技 无论是魏无限的嬉笑怒骂 还是他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决心 肖战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观众通过肖战的表演 看到了一个立体、真实的魏无限 而不仅仅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 正是这种完美的契合 使得肖战的演艺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版本 三、官方与观众的双重认证 肖战作为陈情令的一番大男主 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证 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腾讯的官方认证、制片人和导演的肯定 以及观众的热烈反响 都是对肖战版魏无限的最大支持和认可 这种双重认证 使得肖战版的魏无限在观众心中 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魏无限的经典形象 一、首演的影响力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第一个版本的魏无限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经典 肖战作为陈情令的首演者 他的形象已经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无论之后有多少演员来演绎这个角色 肖战版的魏无限始终是那个最初的 最深刻的形象 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力 使得肖战版的魏无限在观众心中 有着特殊的地位 二、不同的感知方式 每个人对艺术作品和人物的感知 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们通过电视剧认识和喜爱上了魏无限 并因此去阅读原著 这种顺序递进的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 相反 这种多元化的接触方式 正是艺术作品魅力所在 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感受角色 而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结语《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因为肖战的出色演绎而变得更加鲜活和立体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肖战版的魏无限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经典 无论未来有多少版本的魏无限 肖战的演绎始终是那个最初的 最深刻的形象 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 使得肖战版的魏无限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魏无限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感受艺术作品 而这种多元化的感知方式 正是艺术作品魅力所在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